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1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刚才各位所看到的这场火灾就发生在不久之前 地点是在河南省长元县 那起火的地方是一个叫皇冠KTV的地方 之所以这场火灾会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 是因为这场火灾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 过火面积大概只有10平方米左右 可是这场在普通人看起来很小的火灾 却造成了11人死亡 24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那么在这起火灾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您一起去追寻答案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火场的一些情况 2014年12月14日 由于当天正值周末 到了晚上11时 皇冠KTV的17个包厢里就挤满了来唱歌的顾客 凌晨12点26分 吧台的红衣男子身后突然发生了爆炸 突如其来的情况 使得工作人员和顾客都受到了惊吓 但大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 此次爆炸的严重性 此时没有任何人报警 五秒钟后 红衣男子脱下外套 走到吧台前查看 衣服是否被烧坏 却对自己脚下近在咫尺的两具灭火器视而不见 他的这一疏忽 使得此次火灾错过了最佳灭火时机 十几秒后 吧台位置再次爆燃 这一次红衣男子意识到危险 惊慌逃离现场 但此时仍没有任何人选择报警 工作人员也没有拉响警报 提醒顾客出现火情 需赶快逃离KTV 接下来的20秒钟 吧台位置连续发生数次爆燃 另一名工作人员也没有发现 距离自己五米范围内的灭火器 试图徒手灭火 但爆燃的面积越来越大 大火肆无忌惮地迅速蔓延 工作人员最终逃离火灾现场 短短一分钟之内 吧台位置发生十余次爆燃 皇冠KTV被肆虐的火蛇和浓烟迅速包围 那个烟足以让人窒息啊 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我头戴那个强光都 才能看见十几厘米的烟 我前面 我们指导烟在我前面半步之遥 我都看不见他 救援人员迅速破拆窗户和排风机 并利用水枪吸释能烟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分离出救 大火最终被扑灭 而经过消防人员对火灾现场的勘验 导致吧台位置连续爆燃 并夺走十一条鲜活生命的真凶 居然是一箱空气清新剂 这箱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呢 就是空气清新剂 如此司空见惯的东西 为什么会引发这场火灾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请到了消防专家 原北京市消防局的李进局长 您好 李进 您好 说实话 这个空气清新剂 可能每个家庭 甚至很多人的车上面都会有 我很好奇的问题是 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怎么会爆炸 会起火呢 是由于电热暖气 靠近这清新剂 高温下 这个气体膨胀 造成爆炸 凡是带这种压力的 应该说是压力东西 它遇到火以后 高温下 它会膨胀 爆炸 加上里头的酒精 乙醇 本身就是易燃物 易燃物 对 所以它就会爆燃 也就是说 完全缺乏消防的安全意识 把一罐这个炸弹 放到了火源跟前 热源跟前 然后引发了爆炸 对 这看起来是日用化学品 实际上它的包装 它的这个内含的这个压力 以及它的物质 都有 可能易燃易燃 你看啊 这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家里都有 这是什么 就是喷那个清新泡沫 一喷出来擦干净 这是摩斯 对 摩斯上有吗 我看 本什么 对 它的物质里头含着这个 易燃易爆的物质 化学物质 好家伙 这皮革翻新剂也能找 防晒液也会找啊 它的液体是带着酒精的 真是 乙醇 乙醇 虽然含量很少 但是有乙醇 有乙醇 就这些东西都 这人女孩子的化妆品也能找 紧服水 里头带酒精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 起火的原因之外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发生在火场的一个非常细小的细节 您看到这个画面什么感觉 我觉得它的消防安全的素质非常低 就起码你打个119吧 让单位领导 值班经理 第二呢 你应该是能灭的话 你用灭火器可以灭掉 第三如果你灭不掉 报警 消防队来帮助你灭 第四你楼上还有人 周围还有人 对呀 你起码呼喊 让大家先撤出来呀 对 无动于衷 这与我们 单位的教育 平常的学习 日常的演练 可能都有关系 在大火当中 受困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的记者在火灾之后不久也采访到了几位当事人 咱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皇冠KTV一共有三层 消费者大多是年轻人 事发时正是凌晨 很多人都是在KTV断电之后 才察觉到了危险 就是当时在一轮玩嘛 然后偷一下停电了 因为里面一边唱歌 谁也不会操心外面的事 事发当天 李燕位于一层的包房 看到危险 她赶紧打开房门往外跑 就是一开门呼的一下就呛了一下 李燕拓打 什么都看不见 相当于闭着眼睛从里边冲出去 和李燕住在同一间病房里的徐明 也有着相似的经历 徐明当天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到KTV唱歌 几个人喝了点酒 直到断电后才发现了危险 里面是三个碗的那个三个碗 全部封死 然后是暂时石头 看有个大石头板就发开 徐明说石头是她在卫生间里发现的景观石 如果不是这块石头 她可能也出不来了 徐明的逃生过程正好被附近的居民看到了 虽然受了伤 但是二人总算是私立逃生 与他们同时被困的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幸运 拉来的病人当中有很多人并没有明显的烧伤 让他们陷入昏迷的正是火场中有毒的浓烟 当中走了已经47年都都成了血 45个农业都算了死我 由于没有在火场中逃生的经验 这场火灾中的死伤者 在浓烟中错失的最佳的逃生事件 从火场中被救出的35人中 有11人经抢救无效身亡 短短20分钟就扑灭的火灾 却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伤亡数字 而这样的案例并非个案 早在2008年 广东深圳无王俱乐部920火灾事故 造成43人死亡 59人受伤 2009年1月31日 晚11时30分左右 福建常乐市一酒吧发生火灾 现场救出的35人中 有15人抢救无效死亡 类似KTV这样的人员密集娱乐场所 由于特殊需要 本身就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这些场所所用电器设备多 着火源多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火灾 室内装饰装修 使用了大量的可燃材料 一旦发生燃烧 火势迅速蔓延 并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 娱乐场所内人员众多 身处其中的人们 往往比较放松 对危险的警惕性下降 一旦发生危险 难以迅速疏散逃生 这位受困者其实还是很聪明的 就是他现场处置 当然幸亏找到了一块石头 有点那个慌不择落 啪砸碎以后跳下来 但是其实真正在火场逃生当中 这个破窗然后跳下去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首先应该说 如果说突然停电了或浓烟的时候 要辨别有没有疏散指示标志的光线 如果是绿色的安全的光源 疏散指示标志放出来 生命之光 这个要选择他 按照他的引导方向正确疏散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这个起火的一些原因 那么在这间KTV里 到底还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为什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一些调查 出师的黄冠KTV 位于一片居民小区内 走进小区就能看到 KTV的窗户从一楼到四楼 都被木板封得严严实实 据小区居民介绍 这家KTV开业已有三年多的时间 窗户全封闭的原因 是为了防止噪音 都是我起床的时候5点多 他站着还正常 原来说过他 说过他可能就是 好多人翻译 目击者还告诉我们 在一楼也有许多人 打破窗户逃了出来 一个还是有起尸的 有约出的吧 应该 有约是的 都是面紧边的 透过防盗窗上 崭新的断裂印记 我们似乎还能够看到 当天人们逃生时的慌乱 我们也能够想象 如果当天这些窗户 能够迅速打开 将会有更多的人 能够顺利逃生 不仅是窗户 在KTV的后门 有一个通往外界的通道 但是 当记者第二天 来到这里时 发现这条通道内 堆满了货物 而通道的出口 还堆放着大量杂物 门把手上 也落了灰尘 显然 已经很久没有使用 门这两年 都一直是在关着的 是吗 一直关着了 一直关着 你见有人 从这个门 进进出出吗 没没没 从那边 而走进 皇冠KTV的内部 我们能够发现 期货的 仅仅只有一层 八台 十余平方米的区域 走上二楼 这里没有明显的燃烧迹象 只有烟熏的痕迹 走廊上放置的灭火器 显然没有人使用过 打开消防栓 我们震惊地发现 这里竟然没有消防水袋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发现 这间KTV的逃生指示标志 是普通的塑料制程 如果一旦断电 根本无法在浓烟中 发挥作用 很显然 在这样一间KTV内 一旦发生危险 消费者很难做到 自主逃生 据一位皇冠KTV的 工作人员介绍 在他入职的 两年时间里 并没有接受 任何的消防安全 制式培训 你有没有进行过 这个消防培训 没有 没有 那你跑出来 听你说是 从正门里出来的 那咱们应该有 这个逃生通道 为啥不走 逃生通道呢 没有啊 店里边 有没有逃生通道呢 我不知道 我都没有断过 目前 皇冠KTV的 相关负责人 均被警方控制 相关的事故调查 正在进一步展开 受此次事故影响 长远线所有KTV场所 全面停业核查 您刚才看过之后 您总结一下 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我觉得这里头 有许多 形同虚设的 消防安全问题 一条是应急 逃生通道 但是 被 长期 堵塞了 影响疏散 第二 疏散只是标志 有 但是 不按要求去做 疏散只是标志 在KTV场所 在人员密集场所 是应该是 自主光源 对 是有应急保障电源的 除了这个 没有 还没有应急照明 所以 遇难的群众 出来以后都说 漆黑一片 另外一个就是 窗户被堵 因为要影响到 居民的扰民问题 所以把所有 居民的窗户都封死了 就是自然排烟 没有办法设置 被改成机械排烟 或者没有采取机械排烟 或机械排烟换了 那么可能的结果 就是 农年 一场 小火 居然能够夺取 11个鲜活的生命 让我们觉得 很痛心的同时 再次给大家敲响了 安全的警钟 所以也请您 给大家在这个季节的 安全用火 再提个想 目前正处在冬季 冬季就有一个 取暖的问题 对啊 用电暖器 来临时取暖 应该注意 就是说 要保持 与可燃物的安全间距 你不能离床太近 对 不能离你的沙发太近 另外 这个取暖器上 不要搭 这个可燃物 烤衣服 烤毛巾 什么 这就容易造成 电路子 不要折来折去 就容易造成短路 对 那这电路子 也不能长期通电 人也不在就通了 这容易发生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聊到 这个话题 其实也应了 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 平安365 真正只有当大家 每一天都绷着 安全这根弦 我们这365天 才能够真正的 平平安安的 感谢您来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的收看 广告之后是 危机一课 2014年12月2日 早八时 福建省厦门市 某家具厂发生火灾 福建省厦门公安 消防支队 紧急调集 19辆消防车 百名消防队员 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猛烈的大火 让家具厂的铁皮房 塌陷内凹 现场指挥员当机立断 安排救援人员 从厂房四个方向 利用水枪进行铺救 并借助周边楼层压制火势 待火势稍微减弱后 消防队员再携带水枪 进入火场内部 里应外合将大火彻底扑灭 据了解 火灾发生 是厂房内的电气转入引起的 平安365提醒广大观众 注意电路维护 不要超负荷用电 避免发生类似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